赵旭日,国足球员无需六块腹肌,王永珀的努力大家都看不见,2018年7月23日,天津全舰球员赵旭日出席了世界小球场足球联盟世界杯中国局与选载新闻发布会,期间记者向他抛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自己的队友王永珀,被台湾省媒体称作是白斩鸡,第二,你赵旭日本人有没有六块腹肌? 对于这两个雕端的问题,国足受邀如此回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白斩鸡,大家看不到王永珀在力量房的努力,所以才会凭以前的印象妄下结论,至于六块腹肌,其实不是所有的足球运动员,都必须要有六块腹肌,只有拳击运动员才必须要有六块腹肌。 赵旭日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白斩鸡,在小编看来,这确实有点不应该了,毕竟赵旭日曾经在广州恒大效力了长达四年时间,而白斩鸡又是广州十大名菜之一,虽然赵旭日今天挺身而出,公开声援了王永珀, 但是国足球迷依旧在评论区对赵国脚冷嘲热讽,赵旭日说得对,香扑还必须要有一身肥肉呢?赵旭日在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没吃过白斩鸡吗?自己身上的皮肤应该比白斩鸡还白,我最烦这货,国足一比五惨败泰国,三个丢球跟赵旭日有直接关系,他就是中国足坛的反面教材。